風靜揺!* 呼 Tour ché Pr檢 小狼仔 噢不不 我們都沒有要做那種東西了 大家好 我是啞 bill 沒錯 我的刀劍神語 hashtag 播到第四話 而我又來片點閱了 不過 我在此 並不是要補充什麼小說被刪減的片段之類的 因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在各種媒體形式的轉緩當中 不可能完完全全一模一樣 漫畫有漫畫的分鏡 小數有小數的筆法 動畫有動畫該有的節奏 如果想要求刀劍神域這一季動畫 必須與小數的進度劇情順序完全同步 那幾乎是不可能 尤其Aluzation平常要講的事情如此之多 難道你想看旁邊解釋Underworld的世界觀設定真正一話嗎 我回想也不願意吧 而我也必須承認 當看完第四話有必要的劇情要素還沒出來時 是有小小納悶了一下 然而這些東西 動畫之後還有很多機會可以靠回憶陳述 要不然就是考量到作品長度 直接刪減了一些不是那麼必要的原作段落 所以現在說什麼都還言之甚早 不過我倒是可以與各位分享一下 有關Underworld的這個世界設定 讓你看這部作品不會再覺得展開如此突兀 或是無法理解為何故事中充滿你所認為的外掛 那麼就讓我們起承吧 首先想理解UW是怎麼樣世界很簡單 直白來說只要你能夠將其想成一個完全全新系統來遊玩的遊戲 就像SAO、ARO、GGO 那其實我接下來的影片幾乎都不用看了 UW系統上的運作機制 撇出身為劇情重點的競技目錄不談 很多地方其實就像一個開放世界的RPG遊戲 甚至在設定上它是有確實導入SAO的競技系統的 雖然顯示個人諮詢的使用者界面只有一個幾乎無法做更多互動選項的實體西亞之窗 不過從上面的等YD、物品操作權限 那也就值系統使用權限等數值 這不難看出一個等級制遊戲作為基底的架構 因此權限只有38的玩家 就算贏拿權限值或是說優先度45的武器也無法戰鬥 而只要與系統上認定的強敵戰鬥並獲勝 就能一口氣提升權限等級 再來就是所謂的世界法則 雖然UW是無比接近現實的虛擬世界 但原則上它依舊不是現實 因此對與錯、強與弱、可行與不可行 往往都只有一線之隔 而不像現實世界如此別扭 譬如說有上鎖的監牢和沒上鎖的監牢 在這個世界之中 人們不能把鑰匙轉到快遞然後假裝有上鎖 之後在旁邊一腳踹開 而是有顆擦身就是完全鎖上 沒顆擦身就是完全沒鎖 又譬如 結合了人界經濟摸摸規範 有人規定不能偷東西 我就死也不會偷東西 而如果沒人限制這東西不能偷 那我想幹走就幹走 弱肉強勢的法則一同 遊戲與UW人界以外的黑暗領域更是如此 因為他們有所謂的力量鐵則 只要我認定你比我強 我就永遠不會違抗你 相對的如果我不清楚你是或是強 那我就完全不會顧慮我會輸掉的可能性 不過請記住 因為人界並沒有這樣的規範 所以同仁與U9接下來不斷向上挑戰的行為 是完全合乎情敵的 第三個就是UW兩大主軸 禁忌目錄與信念系統 姑且不提禁忌目錄從何而來 因為這牽扯到後續劇情 禁忌目錄相當於現實中的法律 它裡面記載了哪些事情不能做 那個百姓就不會去觸犯它 尤其因為還不能講零因素 這個禁忌目錄具有絕絕對對的強制性 只要我心中明瞭這個法條不能觸犯 那我就絕對不會動任何一根外腦筋 然而儘管我方才說過 對與錯之間只有一線之隔 而也確實如此 但如果某人心中不認定自己的行為 觸犯了禁忌目錄 那他就能超越禁忌的限制 做出餘舉的行為 也就是所謂專法律漏洞 這使對與錯界限就會變得模糊 只要隨心所云的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舉個例子 禁忌目錄表明了除了決鬥、禁忌比武等狀況外 不得剝奪對方的天命 而任何狀況下也不得殺人 但是在之後會出現的所謂貴族裁決群中 也明打了上級貴族 可以對下級貴族或司令地名行使裁發 所以自尊心、大顧與守法之心的貴族 可以做出傷害下名甚至殺死他們的舉動 因為在他們的思維中 此行為並不是有經濟目錄的約束 所以才能夠輕鬆跳過目錄的限制 其次來講講信念系統和UW的資料形式 信念是本篇章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 簡短來說 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如果這樣還無法理解的話 那請把信念的基礎想像成 人人都有一個隱形的NP調好了 並且那些超乎常理的現象 極為法術或超能力 或是以UW的語言來講神聖術 而以在第一話有出現的整合騎士來說 因為他知道這個法術的存在 並且技能點已經點到相當熟練 那只要他的法力值還相當充裕 光是用眼神就能轟飛試圖靠近的同仁 而要構成把敵人轟飛翔的印象 就是在確實的想像過後 系統接收到你想像的視覺、動態訊息 進而具體化出實際的想像實體 然後發動 這就是信念 而同時也是關聯到UW的資料形式 UW以故事設定來說 它是一個虛盡完畢的虛擬世界 而一個虛擬世界的基本架構 則是由無數的代碼、檔案、程式邏輯、龐大的資料庫 以及中央核心處理器等電子數據所組成 也就是電腦 或許我們常常聽人說 電腦是由數不清的零與一所構成 意思就是所有的文字、聲音、銀像數值 再轉換成二進位的形式後 才能予以電腦判別、視讀 並加以儲存、處理 然後再雙向敵反饋回虛擬電路中 不過我並不是這方面的專業 所以如果有解釋不清的部分 歡迎各位再留言去補充 總之我想說的是 在UW的空氣中 無時無刻都飄散著相互緊密連接的代碼訊息 或是說神聖利 而一個人一件物體任何形態的一舉一動 其實都會引起蝴蝶照應般的影響 而在這影響的過程中 就會有記憶資料的傳輸、圖像資訊出發 或是巨大數值的連鎖反應 意思是說 Underworld是一個由無數幻想構成的實體 這或許聽起來夢幻 但實際上 在考慮以上種種之後 裡頭所發生的一切 確實都合乎情理 那麼最後回到故事 為何我要提以上的背景設定呢 首先讓我回顧一下第四話 如果還沒看又不想被劇透的請自行迴避 為什麼同仁在UW的第一戰就表現如此強悍 在這邊我想講明一件事 那就是開外掛這個字眼 請不要在這個篇章隨意亂提 同仁之所以能夠一開始就熟練的 用劍砍砍、發動劍技 根本就沒有任何作弊的存在 單純只是因為UW又導入劍技系統 童言也有出職的力量出職 而且最重要是 UW裡是虛擬世界 他不是序列征戰時的擴增實境 因此跟他自己有沒有練體能 練鍵到幾乎毫無關聯 倒不如說 UW第四話童言所擁有的戰鬥技術 就已經相當於他自己 SCO時期七、八十等左右 當然他並沒有超人般的體能 畢竟說到底 UW並不是遊戲 不過到了後期開始 漸漸熟悉信念的力量之後 那幾乎就可說是 SCO時期的頂峰了 再來可能在看這部影片前 你會對劇情有所疑問 譬如為何反殺了哥布林老大 其他小洛洛就退縮 為何悠久在冰死之際 會想起和童人又年的記憶 為何愛麗絲的虛擬型體 會出現在童人背後 為何基加斯基達 用區區一把單手劍就能輕鬆看到 再為何兩人的全線等級 可以一口氣暴衝7、8等 我想以上在解釋了習慣後 應該就很容易聯悟起原因了 第一個問題當然是因為 童人殺了最強的老大 所以在力量鐵則的約束下 中哥布林認定童人更強 因此放棄抵抗 而最後一個問題則是因為系統上來說 哥布林們是黑暗領域的其中一個大種族 也是暗支軍隊中的邪惡敵人 因此在判定上 哥布林... 呃... 因此在判定上 童人也有幾個相當人是 擊退了萬人大軍的先前兵 贏了常人無法獲勝的戰鬥 至於中間其他的疑問 我想剛剛的行年系統和UW資料形式 就足以含過一切原理了 以上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對你後續觀看 刀劍神與Education有所幫助 剩下沒補充王的部分 以及愛麗絲計畫本身的秘密 我會再一遍與這週 江先生的Ocean Turtle一起講解 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這些影片或ACG相關創作的話 那就一定要記得關注及訂閱我的B站和YouTube頻道喔 我是雅思雲 我們下回合再見